谢兵营之士曾经是一位寻找灵感的作家 却陷入文思枯竭的低谷 唉 文思枯竭 这个小说怎么写 我都写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 在台北戏指静修禅院 他开始寻找心灵的寄托 阅读有关观音菩萨感应的书籍后 如能转念 何须我大慈大悲 若不肥头 谁为你救苦救难 直到该地医 观音菩萨妙难愁 清静庄严累劫修 三十二印片尘煞 百千万节化福岩 瓶中甘露长石洒 手内洋柳不计秋 千处祈求千处县 苦海长作渡仁舟 这是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观音战 战文里面的内容描绘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他在长久的修行中 不仅能够在世间的化身与各种形象 还留下了许多感应故事被记录下来 今天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 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真实故事 并一同探讨故事中所蕴含的信仰力量 谢兵营知识曾经是一位寻找灵感的作家 却陷入文思枯竭的低谷 唉 文思枯竭 这个小说怎么写 我都写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 在台北戏指静修禅院 他开始寻找心灵的寄托 阅读有关观音菩萨感应的书籍后 观音开智慧 或许我该试试信仰的力量 谢菊氏跪在佛前 祈求观音菩萨加倍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请赐予我灵感吧 太奇妙了 写作灵感源源不绝 简直像是奇迹一般 感谢观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微神灵感真是不可思议 谢兵营居士灵感涌现 一周内完成了他曾无法完成的长篇小说 这成为他创作生涯的转捩点 然而 谢居士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观世音菩萨又再度显现 他神奇的感应时机 某日 谢兵营居士与友人在金山寺闭关两周后 突然觉得头脑清新 过去看不懂的经书 突然都能理解 而且也能及时诗词创作 最神奇的是 原本不会画图的谢居士 居然能画菩萨像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朋友觉得 谢居士这样的创作动能 简直和他从前判若两人 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感谢观音菩萨的启示 让我能创作出这些作品 现在所有的一切 这每一步都是观音菩萨的加持 我真的要感恩 他所给予的一切恩典 这一段看似奇幻的故事 让谢居士找到了创作的真谛 而这故事的助人翁 便是仁慈的陆王 善光公主和观音莲 等作品的作者谢宾营女士 她在完成长篇小说《红豆之后》 在达兴逆世的引导之下 归列慈行大师 法名慈营 自此与佛解下了不解之缘 也开始改写佛经故事 这让我们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信仰是否能够为创作者克服困难 寻找灵感的力量 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是怎么说的 请问师父信仰的力量 能为信仰者克服困难获得力量 从经典教义上该如何正确理解呢 佛法讲信仰行政 对于一些道理 方法 事实真相 不理解 信仰 某一桩事情 或者是信仰某一个宗教 找一个神来拜拜 或者抽签勿挂 来安慰自己心理上的空虚 以及自己心理想要需求的事情 这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属于迷信 因为他不懂这些理论方法 第二个正信就是他有深入经典 对这个理论方法 他有正确的认识跟理解 正确认识 他进一步去实行 在生活当中去落实 这个时候 他的信心就会跟着他行 解跟行 并进 这个信就更深入了 这个叫真信 这个时候的信有真信 他不会再怀疑了 就像袁了凡先生 听到银骨禅师 给他开始这个改造命运 他依照他的指导的理论方法来修学 的确他证实了命运 是可以改造的 你信了要去求解 解了之后要去行 行之后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 你去实验啊 你科学不是要实验吗 那做什么学问你要去实习啊 你学个医生啊 学个什么技术 你要实习啊 实习就是开始行动了 有开始行动 实习之后啊 得到啊这个结果了 证实这个结果 就是这样没错 那个就是真信 所以他这个信当中包括解行证 不是只有我信了就好了 不是这样 那信当中啊你要去求解啊 不然你就停留在迷信啊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感应的事情 知其当然不知其所有然 所以然他就不知道了 因此你要去求解嘛 进一步在 落实在生活当中去实验 得到啊 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啊 就是证 所以解行证其实就是一个信 这是佛家讲的信啊 跟一般这个世界人讲的 这个宗教的信啊 这个是有不同的啊 那世间像孔子他也讲信啊 人无信而不利嘛 这个信就是 在做人方面的一个 一个道理 一个信用 就是不骗人啊 不打妄理 佛法不打妄理 请问师父 若透过自己的爱好与兴趣 能够释放负面情绪与压力 那还需要信仰吗 这个就像我们去脚底按摩 脚底按摩呢 这个也有舒缓的 也有治疗的啦 那舒缓就是 你暂时的一个舒缓嘛 就是说轻松一下 但是它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你要去按那个治疗的 那个才会解决根本问题 还是要把自己这个烦恼的根源啊 把这些问题找出来 那从根本上去解决啊 这个问题才能够化解啦 这个是治标啊 不治本 那治本还是要回归到经典 经典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导啦 也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依据啊 如果不学习经典实在讲找不到方法 因此这个信仰不是一口迷信啊 如果一种迷信 他也是暂时得到一个心理安慰而已嘛 但是他的问题也是没有解决 有一次先师敬老和尚在加拿大讲演 有一个当地人啊 西洋人 他也去听啊 听完之后啊 他就问问题啦 他的命运啊 也很不好 常常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来问我们牢上啊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啊 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命不好啊 那我们牢上就反过来问他啦 他说你这个问题 有没有去教堂问牧师啊 因为看到外国人都是信基督教的嘛 他说有啊 那牧师怎么回答呢 他说上帝的安排 那牧师这样的回答 他肯定他还是有疑问嘛 因为他还有疑问 所以才会去问我们牢上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信仰就能够去解决的 这个信仰之后还要求解 去行 去证 所以这个才不过于明信 像现在很多宗教 包括佛教也是一样的 都变成一种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它解决不了问题 只能给你 暂时的一个心理的安慰 一个依靠了 所以信仰啊 不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来信仰啊 进步要求解 要正确 要正确 不能够解错啦 不能夕解 不能错解 不能错解 不能误解 这个很重要 要正确的理解 正解 这个是也需要 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有一个信仰啊 先从明信再进入正信 或者你一开始我就要正确的理解 我才信啊 也可以 但是总是你要来接触啊 你要来接触 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啊 主要是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来接触 来都了解啊 特别是佛法这方面 观念的感应不仅是一场灵性的启示 更是信仰与心灵的力量的结合 从真实的案例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信仰带来的力量和奇迹 这个故事提醒了我们 当我们面临人生低谷与迷惘的时候 信仰可以成为引导我们前往的 明灯 然而真正能为我们提供 内在宁静与力量的是佛陀的教会 回到佛法的教义 共同学习感悟佛法的智慧 面对人生的祈福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佛法的寻秀下 寻得自在清安的人生 寻找观世音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